我听说去了紫的草莓会更好吃 米饭里搅入沙拉酱 海苔搅拌均匀 这样捏成饭团不容易散 芝士片对半切开 不在培根上把饭团卷起来 可以用牙签固定一下 然后就可以下锅煎了 煎的时候每一面都要照顾到 把中间的芝士煎到融化 草莓切丁 加一点白糖拌匀 再加一点冰糖熬成这样的亮红色 到了喜欢的杯子里 把果酱抹在杯壁上 倒入牛奶是不是贼好看 饭团也煎好了 融化的芝士紧紧着包裹着饭团 最外面的培根形象中带着点酥脆 每一口咬下去都特别的满足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